求學嗎?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今天又來到節目的時間 相信大家看完我的速度 都會知道今集的嘉賓是哪一個 因為最近有朋友借了一些槍給我 我就想... 都很久沒見過Saya 是時候... 嘻嘻嘻嘻 今天約了Saya,待會來一個十來的槍鏡 事不宜遲,我們先邀請Saya入場 就這樣吧,自己擔椅吧 自己擔椅? 是啊 自己擔椅? 我是嘉賓,叫我擔椅? 這個嘉賓很有趣 這個嘉賓很詩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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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沒錯,今天的嘉賓就是Saya 忍了你很久了 對呀,想打你很久了 是嗎?現在看到我有槍嗎? 你沒用了 嗯? 以我所知,近期也有手機鏡頭很沉迷 是我的勇者 沒錯,今天在玩槍遊戲之前 不如就玩幾個我的勇者吧 想我carry你嗎? 怎麼看都要我carry你了 是嗎?你啊? 對呀,沒說那麼多廢話 我們立刻開始 雖然我們今次玩這個玩具槍 但記得要戴我這個保護設施 現在我們還沒開始玩,就不用戴著的 我也要戴,我看到你的雙眼了 好像說到我個人有輻射 好了,那就準備開球了 如果大家近期有留意到我的勇者的話 其實都會知道我的勇者是一個Pixel Phone的遊戲 好可愛呀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所以多人組隊,可以兩個至四個人一起玩也沒問題 等等,在玩之前 我要改變樣子 我現在光頭的不是可以的 嘩,你是沒穿衣服的 是 你是全身裸裸的 我買新衣服 嗯,用什麼髮型號呢? 他有很多選擇 你選好打給我好不好? 哈哈哈哈 沒有這個 OKOK 這個模仙模 我看到你現在好像戴草帽 這個模仙模我也有 但是我是一個草帽的少年 所以我就要戴草帽 那你開場還是我開場? 你幾個LV? 35 41,那怎麼看都可以吧 你這麼毒的? 沒有理由我開一個高等級的場 然後你打不贏,很辛苦的 好了,你開場了 現在先戴一個秘境 有單人秘境和多人秘境 對呀,我是弓箭手 對呀,你是弓箭手 我就是戰士來的 戰士 很弱的 稍後就讓我看見我戰士的威力 那開始吧 開始吧 如果我們有多兩個朋友的話 就可以四個一起打了 我現在用這個武器是鯊魚來的 你看看多厲害 哇,不如讓你看看我的武器好嗎? 打給我 哈哈哈哈 我一下咬死你了,鯊魚 有什麼用啊? 等等,你幹什麼? 你那把東西幹什麼? 你剛剛還說戰士不行 你那把是什麼? 我這把叫做塔賢學士的鯊魚 牠是鯊鯊鯊鯊鯊的 我認識牠現在只是三星 你剛剛是普通A嗎? 沒錯,只是普通攻擊而已 如果這把武器去到5L的話 還可以令我這些怪物更加冷靜 蛤?我看到已經很不冷靜了 你看到已經很不冷靜了 來啦來啦 好好好 那快點就幫你過了這一關吧 我走到這些怪物已經看到了 你現在的關卡我之前已經過了 那我不管那些怪物走前一點 才有機會看到牠們 那些怪物 來啦,開技開技 還有很多任務 牠會要求你打什麼屬性的怪物 大家記得每天要做 沒問題 我們走得很慢 是嗎? 大家在玩中途的時候 都可以隨時轉武器 即是你本身可以裝三把的武器 不是啦,我裝了三把 當然要裝三把 當然要裝三把 不要蝕了 是呀 如果大家覺得這把武器 很不一般的話 那就轉吧 電過毒不轉 你走得很快 展示走得快一點 你那些是什麼來的 電過毒不轉 這把東西很厲害 但我也很喜歡剛才那把 剛才那把誇張一點 剛才那把誇張很多 還有這把火劍 這個很帥 很帥 我才是員工的代表 我們欠左邊的房子 我好像一直都看不到那些怪物 你沒看到那些怪物被我殺光了 全部都是古龍骨 你看到怪物 我只剩下很少時間 你看到左邊嗎? 兩分半鐘那邊 叫大把時間 不是呀,這是關於獎勵問題的 大波士了 今天要打什麼? 火之珠 嘩,瞄她也說沒有 黑她的熟性 瞄了 OK 她說明火之珠 自然就是這個熟性雙黑的問題 先說一下她的收拾東西 這些裝備的箱 大家是不會重疊的 例如我的箱開出來的東西 你是不會搶到的 我覺得這個遊戲比較發心的一點 看你剛才的表現 就覺得你現在的裝備是不行的 完全接受不了的 你這個太誇張了 我已經想到一個辦法讓你好像有點誇張 怎樣? 抽東西 OK 就這麼簡單 原來你本身都做了不少抽的 有36抽 這款遊戲都是保底的機制 你抽到這個黃金寶箱 30抽裡面 會抽到一個傳說 我剛剛沒有的 現在有30抽可以 來吧 看看你的運氣如何吧 抽東西一定是10抽10抽才爽的 有一個傳說 馬上看看 有些運氣 你抽到一個 下鰻? 下鰻? 下鰻啊好像 來看看裝備 1、2、3 蛤? 這麼弱的? 好像有點弱 它咳了一下 好像有些遺棄 遺棄出來的 遺棄吧 不過沒關係 這款遊戲是勝著很多裝備 這把武器好像不太厲害 所以再抽一個吧 抽一把比較好一點 對啦 但也很厲害 這樣也會收到一件橙裝 來吧 咦!又有了 為什麼你看得這麼快? 我看不像 看到了一把 都是鯊魚來的 你已經有了 對 其實是四把鯊魚 因為我是Shakya 是嗎? 因為我改這個名字 所以我有這麼多鯊魚 其實原來還有一個橙裝 我一直都沒留意到 它是花葉觸手 它觸手不行 是不是你的鯊魚本身已經很厲害了 那些很弱 不過我明白為什麼 因為你把武器還沒轉介 剛剛抽回來 所以它的攻擊方式比較單調 我進階的只有這個冰弓 本身只有一支 現在就 瘋痕瘋 看到你抽得那麼好 忍不住再抽一下 來吧 還有這個超越武器 傳說雖然也很高 但傳說對身上也會超越 屎屎而已 沒有 傻仔 不是呀 都不是呀 對啊 第一把是橙裝 那你終於用了一點的時間 升武器到了三星 我的捉手已經速世代化了 OKOK 看看你的捉手的三星有什麼情況 更厲害 勁勞 變成三速的毒,快一點點 其實會不會有機率可以有特殊攻擊出現呢? 好像是打三方向要的 但我那把東西不得了 我這把斧頭有15%機率用這個劍氣出來 看著,15%!15%!15%! 那15%去了哪裡? 剛剛有火力了 為什麼有波浪劍氣呢? 可能我也有 這個是打轉別人的怪物之後 然後就會觸發吸靈的效果 其實都不差的 那我們再打吧 剛才的畢竟太容易了 不如你試試挑戰這個雲卡試鏈吧 這個雲卡試鏈有很多不同的BOSS 我現在打到困難的 本來想打困難的 但因為你太弱了 我們選一些易一點來打吧 你看我的觸手吧 它不行的 好,那我們就打普通吧 你會看到它每一天都有不同的BOSS 這些卡都是齊了一個組合之後 就會發動一個屬性加成的效果 例如我的赤二按摩 齊了兩星的話 就會加上這個攻擊的了 快一點啦 開波啦 尖無隊友先的 你知道那些更低級比我的 是怎麼搞的 不是啊,這個是普通來的嘛 我可以拿他們的 和我的觸手 你觸手 那我們就要開始看看 什麼BOSS亂入 第一隻,冰箱有龍 如果我們時間之內 不能KO的話 就會有另一隻BOSS出現 為什麼他追著我 還有18秒 還有18秒 很大機會第二隻王出來 觸手不吸力嗎 我都要轉斧頭 打它的時候 可以留意屬性雙黑的問題 如果你是黑它屬性的話 打它的時候會有黃色字 第二隻王也出來了 剛剛那隻幼龍呢 那隻幼龍死了嗎 不知道啊 我專心地攻擊 這個屠夫有點難打 你們的技能很厲害 整個畫面都是特效 原來頂多了 我剩下 varios elim 沒有,我 Sonic 但我剩下輪 chilli avez死也 他真的勝出了 結果第一隻王 結果出來了 只剩下ちょっと去死 屠夫還要死 屠夫在哪和 不知道啊 屠夫死了 滴下我狼 我狼應該是我們的最後一隻王 這個打 für咸 player 每次打幾隻BOSS 很rik Capital 試用去滴手 Jعم 我還差點死 先浸水 真的好 你要泵水 沒拍過的,哪個驚 因為我坦達所有的傷害,我是展示 你覺得這個雲卡時鏈會不會太容易打? 都很容易打,因為我太厲害了 你看我的觸手這樣都可以贏 怎麼看都可以我carry你了 你要拍水 拍水不代表我不是carry 而且這遊戲中,有個才是最多獎勵的活動 是什麼?應該沒玩過的 就是世界BOSS,你沒玩過是正常的 因為世界BOSS平時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才會開放 而且還要是晚上8-9點 只有這段短的時間玩,但現在沒得玩的 我們今天拍不到給大家看,因為時間不適合 試不准的事實 班子也不適合 所以如果大家想得到最多獎勵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我星期六和星期日開放的世界BOSS 好像很難一樣 當然是難,世界BOSS不是一個人打的 世界BOSS是整個服務的人,一齊圍有BOSS 唯有一隻,這麼害怕? 即是沒有人打機拍小血,打機拍小血 你的觸手應該可以磨到1%吧 可以嗎?我有點懷疑 1%都給到了 還有世界BOSS之外,還有一個鎖匙關卡的活動 就是這個鎖匙招募 這個就是跟朋友一起打的,才能獲得最多獎勵 而且最重要的是日常玩法三個試鏈 一個深淵手獵,一個技巧的試鏈 還有這個鎖匙招募 一定要全部打 因為每天都是這個行李次數 我看到10次,3次 還有20次的 鎖匙招募是每天增加5次的 如果4天沒有打的話,它會累積的 所以最多是可以重20次的 我的用者都玩得七七八八了 我就可以開始真人虐殺你了 馬上準備好了 剛才的表現都是... 你戴過我的用者也戴不到 剛才的表現都是我帶你多一點 所以真人搶鏡方面,都是我以殺你為主 我覺得真的比較難說 你知道你這麼弱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的用者的用者 記得看這個影片下面選一塊 下面選一塊有相關的零件 給你下載新鎖匙的遊戲 還有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們 訂閱我可以了,不用訂閱他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好,最後再燒 有本打了 有本打! 有本打? 真的有本讓 無本打! 有本打! 投完了嗎? 投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